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一款是我们的彼达佛 也叫遮面佛 有着原装的庙盒 另外一款是我们的龙婆瑞大师佛的 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我们先来看龙婆瑞师佛的自身牌 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龙婆瑞大师佛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给卡卡完来我们看看牌先 这款牌真的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买 去贡请 很值得推荐大家去贡请 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牌面的这个经文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而且这款年份也是属于老牌 这款是龙婆瑞大师佛开光祈福加持佛利斯 2553年妙名 我给你们看镜 我给你们看镜 来看一下背面 你们有多少时候看到 佛派有这么多的经文的 你们自己讲 有看到有这么多的吗 左右两边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招财鸡 而且他的鸡真的是做得栩栩如生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的 龙婆瑞大师佛呢 他是在大成府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位师佛 也被是泰国称为富贵其身 富贵其身 他有一个名字叫国民财神 泰国当代十九大高僧之人 然后龙婆瑞的这个瑞字呢 在泰文里面是富足的意思 那龙婆瑞高僧的法门呢 是招财法门 享誉全泰国 公认的实力 就是顶尖的高僧 龙婆瑞呢 他依靠招财法门的功力啊 就已经是非常的文明了 非常出名的这位师佛 嗯 调一下 OK 调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也有兼备的保命党灾的 这样的一个法门 在里面一起的 功效的灵力呢 都非常的好的 然后呢 可以帮助人员 贵人员 这些啊 帮助事业 招政财 偏财啊 避凶 避凶 当险 这些啊 来 大家有没有喜欢 龙婆瑞啊 这个的话也是已经这样子包好了 包好了这样的一个壳了啊 包好了这样的一个壳 就大家如果有功行回去的话 就可以直接直接佩戴了 配戴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 龙婆瑞呢 它的它也有起伏了 其实很多的法 很多的很多的牌 其中呢 它的招财机是最为出名的啊 而且呢 出现了很多很多不断的那种神奇的神奇的灵验的事件 那这一款的话真的是背面里面也看到了这一款 真的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还没有点订阅的话可以点点订阅以及关注 谢谢大家支持啊 龙婆瑞的自身牌真的是啊 又这么久的年份比较久的 然后呢又是这么多经文的 很难找的了 ok 那我们看看第二款吧 ok 来这样我们看看第二款 第二款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笔达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妙盒的啊 这样的一个原装的妙盒 它盒子这些字都在里面 它外面的话是看不出什么了啊 在里面 来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来 首先我们看看底部啊 底部是有放料啊 放料在里面的 对吗 底部有放料啊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款笔达 是由龙普恩大师傅 然后再加上大法会啊 开光祈福 加持的哈 妙明寺 瓦塔林禅 佛利寺 二五六二年的 这样的一个笔达佛啊 笔达佛 来 我们放镜看一下 看看整个品像先 是不是很漂亮 有没有吸引到你们呢 看到没有 整个手啊 腿啊 手臂啊 手掌啊 手背啊 看到没有 都是一样 还有肚子啊 都是经文 来 看看背部 哇塞 是不是很水 水 很美 看到没有 都是经文 对吗 来 再看看旁边 我给你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彼达佛呢 这层遮面佛 就我刚才就讲了的 佛主呢 他有一位弟子 名为帕玛 帕玛哈 格扎也纳 他非常的聪明 样貌呢 也是与佛主 佛主有一些相似的 长相呢 特别的英俊 俊郎 人缘就是特别的好 所以呢 很多信徒呢 都非常喜欢他 更有人常常认为 他就是佛主 当然这些呢 就对他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 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啊 别人讲什么 有可能会入到他的心 那部分的信徒呢 就出现了咸咸血鱼 所以一些女色性呢 因为他有英俊的外表 而 对他加以款待 就对他比较好了 那还有的人乱讲说 跟胎 他与别的女子 有不好的这些东西 犯下了佛门仲介 因此哈 因此呢 他就唯有长期将眼睛合上 不去理会别人对他的态度 以及行言 只是一心修行 因此呢 有毕达佛 这样子啊 这样的一个称呼 那毕达佛呢 不但可以招财 还可以安静心神 专心自治 并且能够避开 对自己不利的小人 更有毕邪 毕将的功效啊 在佛教的里面呢 很少有一个佛 能够兼备如此多的功效 真的是这样的啊 真的是 然后他也有毕小人啊 毕小人安安的功效呢 也是非常好的啊 真的 谢谢大家支持